这个有一位很知名的帝宝的名媛 十四年前跟一位企业的高层交往 并且生下一个女生 那之后呢两个人就分手 然后由名媛独自抚养女儿 五年前怕关系怕涉 确认亲子关系 法院呢也判定 生付每个月要付四万五千块的抚养费 那现在呢名媛再次出击 想帮女儿争取应该有的权益 一位四万五他说没搞 因为女儿啊 这个因为名人啊 父母打关系的关系 所以呢会这个被歧视跟霸凌 所以呢不得不把她送到英国去读书 那你知道去英国读书 学费生活费零用钱补习费 还有那个机票钱 然后还有因为她刚好在长大 所以生长针一战就是一万块 人家说一战赌下去 一战赌下去是布朗 这是大红 总计啊年度开销要四百三十三万 因为其实我的小孩也是去英国读书的 英国其实是比美国贵 贵很多 对然后啊这个女生说她会负担十分之一 那另外呢十分之九就要由生父负责 所以那是她要四百三十三万的高生的意思 就给大家三百九十万左右 三百九十万啊 也就是说一个月要从四万五要给到三十二万 提高七倍 那我先请教一下这个刘律师 四万五一般来说法院在判定抚养费的时候 都是怎么算的 在这个基本的生活费的话 我们通常都会依照当地 例如说台北市啊新北市啊 的一个主寄处的一个标准 大概两万多块 就一个小孩你如果把他养 包括住包括吃 最基本的大概两万块 爸爸一半妈妈一半 所以一个人大概一万多块而已 那这个要到四万五 基本上都是双方某个程度上 是协议愿意给的 就例如说爸爸也觉得 给小孩四万多块 他可以接受 那妈妈也觉得可以接受 所以大概就会比一般 我们法院判的还要来得高 你要讲清楚一点 因为现在我们这里的来宾 有三个会用到 那有还有三个可能会用到 还有很多观众可能也会用到 所以要让大家了解一下 没有知道对这些尝试 没错没错 因为很多的这个家长 所以四万五算高的 算其实是算高的 法院判都不会判到这么高 那大部分我们常常遇到 例如说很多妈妈或爸爸会说 哎呀如果这小孩给我养 我可能想要让他去念私立学校啊 让他学英文啊 补习啊 可是对法院来讲 因为法条规定就是基本的生活 所以那些额外多的 除非你们父母愿意 让小孩额外增加都同意 那你们当然额外多去支付 那就算了 可是如果有一方就不同意 哎呦就基本的 就是最基本的生活 就好了 你要怎么养 那你自己选择 你太太你把小孩带走了 那你要自己给他更好的生活 你自己去花 如果是这种状况 法院就只是判罪基本的 32万 你说4万5就你管了 32万 对啊 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高了 所以对方一定要很有钱吧 不然不可能要得到嘛 没错啊 没错啊 所以某个程度上这个 这个应该是对那个男生的一种 一种称赞嘛 对不对 没错啊 没错 没错 他某个程度上就是这样 例如说 我家的小孩每天晚上一定要吃鲍鱼翅 所以一个月一定要多一点 如果另外一方说对很好就给了 一定要吃鲍鱼一次 没有道理 有小孩生出来肺不好 所以每一顿都要吃那个 那个燕窝 这是真的 有额外增加的确 像郑大哥讲的 如果说我们是因为生病 我必须要看比较高额 而是这个看医生的费用 只是让小孩回到正常 而不是说额外更好 我们的例如说他要去做医美 那另外一回事 就是说只让小孩回到正常的健康状况 这个的确有可能让法院认为是应该给的 所以这种金额比较高是有可能 但是这种情形不多啦 是是是 黄医师 你对这个四万五的抚养行情满意吗 就是说我们 因为你也是嫁入豪门啊 现在离人嘛 就是说如果我们在那个台面上 听这个刘律师讲 我们都 就听得懂 然后也都觉得很了解 那如果实际上 像我们去跑过法院的 你如果看这个对照律师写的写的这些文件 你晚上会睡不着 早上会便秘 然后中午会消化不了 为什么 因为听起来表面上好像很合理 就是说法院给付每一个这个离婚的这个子女 一个基本的这个生活需求生活费 所以像我们那个时候 就是说 我在离婚 因为当然是不能协调 所以我们去法院离婚 那一去离婚的时候 所有的离婚妇女都会觉得 这个法院的过程很煎熬 而且如果你听到 听过刘律师讲说 哎呦 那个法院才会判 一个这个离婚的子女 一个才一个月一万块 那我们就会想说 那干脆我不要拿这个一万块 你赶快给我判一判 监护权给我一万块 我自己负担也不就好了吗 通常有时候是因为法院 他的条例在那里 判例案例在那里 而且法院是一个很遵守案例的地方 所以有时候我们 在打离婚官司的妇女 一进去这个法院 自己就先退缩了 就想说 才一万块我自己出 我不要给他抚养小孩的机会 让他报汗终生好了 有时候会报这个态度 可是事实上 我的律师就跟我讲说 我不能这样想 那理由是为什么 因为我这样想是站在我的立场 那是因为你是医生 收入还不错啊 对 我是这样的立场 可是我就算是身为一个小孩子的妈妈 我有什么权利去剥夺这个小孩子 应该得到这个他父亲的金钱的照顾 所以我觉得父女本来就是不要去想说 这个钱很少 我不要 因为这个是他的父亲 他或者是母亲 应该要赋予这个小孩照顾的一个基本的责任 那法院也赋予这样的责任 只是说 我觉得比较遗憾的是 我觉得法院应该要再进步 我觉得不知道我们台湾的法律系统 法官 法官大人 警察官大人出了什么问题 是不是要帮助 为什么他们跟这个社会这么不接轨 如果给他一万块 他的小孩能够养得大吗 能够不出问题吗 能够成为社会的栋梁吗 那我们身为单亲家长的代表 我觉得我们的小孩是处在更困难的婚姻状况 今天这个法院也太炮了 因为他真的生力其境 他讲的确实是非常有道理 就是说我们这个单亲家庭 像我自己因为也是单亲家庭出生 那我妈妈要栽培我成为 我也不敢说我是社会动员 至少我能够自给自主 我还有余力帮助很多病人 我妈妈扎了多少钱在我身上 一个医生的养成 对不对 那如果今天大家希望这个社会更和谐 那你说像那么有钱的人 不把钱拿出来养小孩 栽培小孩 然后去玩女人有比较好吗 他有没有玩女人你怎么知道 我也没说他玩女人 我的意思不是他这个案子 而是说如果你这些那么有钱的人 你的钱不拿出来养小孩 拿去打高尔夫球 玩女人还可以有小孩 但是打高尔夫球不会再有小孩 就是说你要生 那么你就负责任 那我们就觉得说 你虽然在婚姻中有一些挫折 像这个明云的案子 恐怕是非婚生子女 他也有一些 有一些社会的这个压力啦 但是他这样出来 为他的女儿争取权利 我觉得是应该的 因为我们的法院真的 没有善待我们离婚的这个子女 而我们离婚的子女 凭什么被这样法院剥夺权利 这个我很反对 好 好